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别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郝伟芒也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我们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真的是这个不听你知笛,又不是我说的 在斯洛伐克的议会副议长说的 不单止是这样 他们的新的领导人上台没多久 就是斯洛伐克新任的总理 菲座先生 很搞笑,现在西方说 现在有些人出来示威,会不会有推翻他? 谁出来也有示威 你看他刚刚上台为什么 你说如果一个政权到末期的时候 有人示威 而且声势不对路 当然是很严重的 应该没得再做 好像这个保守党 但他刚刚上台,小数人示威 当然有个特例叫米来 他又不一样 他又不一样,米来又不一样 暂时还能顶到吧 还能顶到多少 顶到多少 其实是顶到多少 因为看到他 他现在可能就要 修复跟中国关系,跟巴西关系,跟俄罗斯关系 违反竞选承诺 应该是 不一样 无所谓 违反竞选承诺 尤其是公务员,尤其是公务员没有工作 还是想你违反竞选承诺 违反竞选承诺可能有工作 原来斯特佛 当然他们总理就说 西方的 乌克兰政策是失败的 对乌克兰的军援是 无劳无功浪费 你看他大反竞选承诺 他这么难回答 而且除了他之外 他们的 议会副议长 布拉哈 他还有一点挑衅的味道 他就向 美国诸 斯特佛克大使发了一条 严厉的信息 原来是什么呢 他就说 原来美国一直 都是施压给斯特佛克 叫他 不可以是撑额 亦都要 不单止是 要 不准撑额 而且要求他们的国家 是使用 这个 叫做 公开声明 要谴责俄罗斯 以前 前任的这个领导人是会这样的 因为以前他就跟西方走得比较近 但是 斯特佛克的 议长他就说 美国 你们真的很天真 你很天真地以为 你一吹 你的笛 我们就跳起上来跳舞 即是跟你的柏子起舞 他说算了 喂 你以为那个还是你们吹 吹笛 吹哨哨哨哨 吹哨哨哨 我们就跟你跳舞 那个时代 已经过了 已经过了 那当然 你说是否过了 就为时尚早 因为他现在 气势好 但如果 之后 暗宏施压 不允许他 可能他也要 转一转身 我们不会说 这些肯定 不是 我们都 很客观看回 那条路 但是看到 这个国家为什么他会选 飞了出来 其实亦都表现了一件事 就是中东欧国家 因为他们支持 和俄罗斯经济关系比较深 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 他们都是很难受的 你看一下波兰 虽然涂斯克叫亲欧派上台 不是一样大把 是 农民 卡车司机卡在边境 你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你换了领导人 是吗 之后 这位 哥他还说 他发了一条直接的讯息 这个是 美国驻斯洛伐克大使 美国必须接受 斯洛伐克不再是美国殖民地的事实 他就认为 美方牵头的指控缺乏证据 当然 而且 他们也说 他们国家 没办法在 没相关证据下 赞同你们某些观点 斯洛伐克总理 赞上了这位议长的说法 更加强调斯洛伐克 是一个主权的国家 实际上是 每个国家都是这样 当然 这个非左 其实 在去年10月2日 在总统府等待和总统会面时 他率领的左翼政党是意气风法的 亦被认为将会改变国家外交政策的走向 这次实际上是改变了 其实他们由缓污就变成 不缓污 甚至是有些反抗的意味 刚刚 大家知道 美国 这个很少说 美国等等47国 发了联合声明 就是说 你记住台湾说 国际全部孤立 是俄罗斯这样做的其他国家 他都没有跟着你那条路 这个就是几十年 之前的思想 国际就是指西方国家 和那些有钱的盟友 其实现在这个世界是走多极化的 我是相信的 那当然 你说是不是很快可以和西方抗衡 即经济实力上 也是一条很传递 但是你要知道 有些时候他走过的那条路 就不会返回 其实大家看到印尼 印尼、马来西亚 这些国家 其实全部都是站在中间 还有亚非拉美 拉丁美洲 这些国家全部都是这样的 为什么 因为 他们难道不知道吗 这个东南海 好像除了泰国 没有做殖民地 其他都做过其他 西方国家殖民地 印尼就做过韓国 当然 马来西亚就是英国 大家都明白 有些东西都是被他们剝削的 所以没有什么龟英派 龟英派 这个人当你傻子走出街 印尼有没有龟河派 好像没有 当然没有 对得这么差 但是有位叫做英裔爪瓦人 对不对 英裔爪瓦人 他的粉丝叫做牙石粉 那位 西亚 他就说 好像杀有介事 其实这个也挺好笑的 为什么叫他爪瓦人 他父母就是来自爪瓦的 原来 亦有47个国家 和美国一起 46个国家跟美国 总共47个 发了声明 俄罗斯向乌克兰 吹了朝鲜提供的弹道 最搞笑的 台北说 朝鲜要 这么差的 这么弱的 我们就反问一句 这么弱的你又攻不了他 是吗 他问你 这么弱的 那整个夏天你做什么 好像之前BBC 访问胡塞武装的 领导 对红海贸易 航行 没影响 没影响你又这么紧张 而且你不要忘记 现在美国向红海发动攻势 和英国 其实我觉得 以后有大事要搞 当然有些人就野民野武 其实不是这样的 其实现在拜登是被 民主党人和共和党 党人牵责之后 跳过了一些程序 这件事其实是很大胆的 这个很大胆 因为 他一样发动攻势 英美联合发动攻势 其实有价就升了 有价升对于拜登来说是否好事呢 当然他也可以 释放石油储备 但一会儿升一会儿 但他还有其他方法玩弄 你不要忘记 他不仅是在延门 他们整个 这些 组织 他们有很多兄弟组织 他在欧洲 美国 到时 你知道 过去的十年八年 其实我们欧美国家 有很多大事件 你是不是受到这个冲击呢 当时看到他们经常说 自须 发生了 在9月11日那件事 搞到中国是有一个喘息机会 搞到美国 为了捉一些极端人 搞到没有时间对付中国 令中国养大了 他们整个有这样的理论 如果按照你这个理论 你再谈那些人 其实你有没有好处呢 当然 看看胡塞有没有什么 一些攻势 他们就 其实 我们这些国家 亦是有一些 大事件 极端事件 戴麦sir那里也有 吉隆坡好像没有了 但你们的外島也有 之前的极端有 其实我们深深明白 这些人 你跟他说什么钱 他的理想和你的理想 不理你的 不理你的 你看看阿富汗就知道了 是的 阿富汗就知道了 还有 你们的绿色周困 你说那么落后 为什么他们不肯 不肯发展 其实他要的不是这些 他要的不是这些 就很简单 你说的发展不是他们要的 你打动不了他们 你用这些东西打动不了他们 你用武力就更加差 他又二眼还眼 你升级他和你升级 而且你的想法是细续一些 他就没有那么细续 你知道的 其实 除了美国之外 联署声明的 绝大多数国家都是欧盟国家 另外还有美国的 北约盟友 和传统盟友日韩 这个肯定跟着 斯洛伐克和匈牙利 就是欧盟当中唯一 两个国家 没有发表联合声明 斯洛伐克 外交及 欧洲事务部长 其实他也昨天说过 因为斯洛伐克政府认为 这个指控没有证据 当然 你说是不是真的 其实我都相信是真的 朝鲜 因为我觉得 这个 朝鲜 是应该 和俄罗斯更换的 应该和俄罗斯更换的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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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经常说 你这么多 我又问一下 你说这么多 为什么你还赢不到他 整个夏天 是怎么样 为什么 赢不到他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问题 你这么流 现在最搞笑的 乌克兰人自己也不相信 是吧 其实我们经常都觉得 有时候 他们自己都觉得 不应该狗撑下去 有些人还是狗撑的 这个好笑 另外 斯洛伐克也说 我们一贯暂在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安利会制裁 但我们不会因为有人找我们 我们就会跟着做 因为没有证据 让我们看到 我们拒绝接受一份 没有办法评论的文件 同时也拒绝在我们没有相关证据之下 赞同某些东西 另外 斯洛伐克对联合声明的内容 是 发表评论 但是他们也表示 如果获得能够令到他们的国家 以及安利会层面 的国际社会信服的证据 那就加入声明 老实说如果他 他又不是铁板块 他又不是铁板块 另外 身为斯洛伐克的 议会的副议长 这个声明 看来 美国也是不理 他也是 国说国话 我们经常说国说国话 有时候中美都是这样 这位议长也说 对于目前 主权 政治家 兼爱国者 他就说 斯洛伐克政府这样 感到很自豪 我们是主权 政府 我们坚如盘石 我们很成智地去美国 大致地置意 他也很懂得 还有主权吗? 另外这位哥哥飞了上台 也说了一件事 现在其他国家要求我们照单传收的时代过去了 叫我怎样怎样 这个不行的 斯洛伐克从现在作主权国家行事 我们会很小心 因为很多最初被误告的敌对行为 我们都要小心 他不想踩脚下去 俄罗斯和欧美之间的不想踩脚下去 这个也很棒的 也说明这个应该要甚要废的 扎尼斯基来说 这么久证明了 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好像是失败没拿到什么 不是很像的 真的失败 当然他也说 西方的狗产已经证明了失误 扎尼斯基说你比特不够就失误 我都预认你一定会用这个借口 但是到了这一刻 就应该不会加码给你的 只会减的 尤其是美国 或者叫其他小弟出钱 叫日本出钱 但是日本都 加码有没有可能的 你觉得未来还会加码给你 除非你可以证实到自己差最后的口气 你可以先攻攻俄罗斯 没有了 不能证实 这个一鼓作气 好像已经是第三口气了 哈哈哈 这个飞阻也强调乌克兰的局势 已经无法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 只有通过政治手段去解决 其实最后是回复基本部 这个中国经常说的 政治手段 因为是军事 其实这样也是比较转身 当然扎尼斯基转不了身 真的说得大嘛 这个飞阻就是左翼政党的 这个左翼政党叫方向党 去年九月底 也是举行的斯洛伐克 国民议会选举当中以22.94% 赢得第一的选票 但是由于未能够获得 国民议会过半数 方向党 之后就和声音党 声音同方向 和斯洛伐克 民族党组成执政联盟 去年10月25日 飞阻第四次出任 是斯洛伐克的总理 飞阻的胜利 也令逢德卫人很害怕 因为他担心 会破坏 欧盟和北约的团结家 因为他上台没多久 立刻推动斯洛伐克 结束对 乌克兰的官方军门 另外飞阻也反对欧盟 对俄罗斯制裁 跟欧尔班基本一样 并且希望阻止 在乌克兰加入北约 之前在乌克兰的报纸 都被吞吞他 当然是这样说 为什么 妨碍我们 每个国家都要自己的利益着想 飞阻也说 西方打算瓦解 俄罗斯经济 的战略也是失败的 俄罗斯有没有经济崩溃 好像真的没有 好像真的没有 哈哈哈 即是他们之前说 经济崩溃 之后那些民众觉得很惨 推翻普京 也没有 现在就一月多了 之后三月份我觉得俄罗斯总统仍然是普京 如果他身体虚核 最怕突然有什么事 应该不会吧 十拿九韵 你经常说他说 就挂都没挂的 经常都这么说 唉 他也呼吁欧盟和 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强调俄罗斯 亦都需要欧盟的安全保障 这个和 法国总统麦克朗说的一样 但他就被人肥 另外他也认为 今轮的俄罗战争根源 14年以及乌克兰 和俄罗斯公民有关的政治局势 非左也批评 西方对乌克兰的军门 就说乌克兰没有能力 进行有意义的大反攻 这句话也要心意义 但是 又好像真的 暂时 因为他们完全依赖西方的财政援助 不依赖 不依赖应该就 这场战争已经越够了 不是说话 没人支持他 只能逼他和谈 只能逼他和谈 当然 现在 这个非左 亦是苦怨的 原来 斯洛伐克主流媒体 亦发表了 一份非左 他投书去那里 原来 叫做非左 两点 西方在乌克兰战略上根本行不通 他说得很老实 坦白说 西方在乌克兰战略上 其实已经是有败仗了 为什么这么久都没可以压制俄罗斯 这个我引述他 他说 乌克兰 是可以拿到一些 资助 比如人力资源和金钱 但是现在都是屠劳 乌克兰的这个墓地 也填满上千上万离世的士兵 所以有些人就当兵 逃兵 逃避兵 逃兵 没错 其实 西方就很恨他 因为他和一个欧尔班 很难搞 比非左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拜拜